华林县议会定期会第三天 许子方议员揭露教育处行政怠慢 学童权益受损 而民间协会捐赠优质书及学校未得知资讯 导致学童无法充分享受到捐赠的资源 以及建议县福启用的共荣游戏公园 应成立养护报查之管理单位 而对此特别设计公园巡视清单 若发现邮据耗损可以立即维修更换 来完善公园的养护 县议员许子方咨询时指出 民间协会原定捐赠的金额高达 815000元的书籍资源 但是教育处实际的执行总额仅有116000元 与原定的捐赠金额相差甚远 许子方议员对此表示谴责 认为教育处行政怠惰 导致学童无法充分享受到捐赠资源 只有新陈瑞税平和复礼复原 他们也不知道可以再多申请 没有人告诉他们 其他的国中呢 跑哪去了 连公文都没有给他们 提供了将近有80几万 要来帮助我们每一个学校 公立的国中国小 但是他们计算的金额呢 大概有81万多 但是很可惜的 我们教育处只有申请了11万 所以这个是让我们是觉得 在行政部分的缺失 如果这个承办人员可以再积极一点 我相信有很多的孩子在学校的这个优良读物会更多 以及花蓮市的共农公园发现夜间照明不足 还有油炬基座造成高低差 很容易使孩童踢到基座而跌倒 而对此提出质询 看到我们的孩子在共农公园受伤 其实我相信每一个家长都是非常难过的 开开心心带孩子去玩 结果在那边受了伤 那我相信在县府有很多是 他们的共农公园的这个规格 是在标准值之内 但是既然都有孩子受伤了 那我们去正视这一个问题 不要让我们的宝贝们再受伤 那还有我们有在太平洋公园 在阶梯的部分我也有点出来 我要讲的就是说在公部门 你在做服务态度可能还要再加强 而不是让这个民众觉得 我讲了好像我讲什么你都没有办法接受 而是要去站在对方的立场 而去想这件事情 而将该改善的事项做改善 目前花林县政府推动共农市公园 预计总花费金额达到1亿387万元 采分区设计 邮聚以自然地景融合为友善设施 让亲子与生障者都能够自在地玩在一起 因此他也认为 启用后在养护上更为重要 记者凌桀 花林市采访报道 比不上 看看